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杜华说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大家可以帮忙订阅哦 那这一节呢 我们是讲的是一个赌的问题 就在世界杯呢 有很多人呢参与了这个赌球 我们这一节讲的是 如何在赌球当中取胜 我也分享我的方法给大家 但是我们还是奉劝大家一句话 就是回头是岸 不要参与赌博 因为赌博不好对吧 既然是赌博的话呢 他就有胜有负嘛 因为很多人呢受不了这个金钱的诱惑 走入了一个不好的境遇里面 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那但是我在这里呢 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对赌的看法 只是我个人而已哈 那么赌的话 他既然呢涉及到赌 他就有胜有负 对吧 还有贫 从很小的细节上说起来 就比如说你在生活当中 你跟人家说 你觉得这个苹果 它后面是绿色的还是红色的 你觉得前面的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觉得我能不能跳过这个水坑 你觉得我们能不能碰到上面那个东西 其实这些都是赌博 因为你有博彩有博弈的成分在里面 对吧 但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 无时无刻其实是离不开赌博的 只是你的代价也许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因为一句话 啊 跟人家赌赢了赌输了而已 没有没有关系的 但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呢 他是经常呢 习惯性的真的在赌博 甚至是专业的赌客 对吧 那他 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我们在社会活动当中 衡量大家 他标准的一个财富问题就是钱啊 因为他的本钱呢 是真的钞票去赌 而不是一句空话 所以呢 就很重视这个问题 因为你可能搞不好的话呢 会输很多钱 对吧 因为你赢钱的话 你是没有概念的 输钱才是会最心痛的嘛 那么 说回到赌的话 其实他是一个数字原理 是一个概率学 你要是懂得这一点的话 你就啊 往你能赢的那个方向 靠了一点点了 对吧 为什么有一些人一直会输呢 你们想一下这个问题哈 因为 他把所有的本钱呢 都在一把或者是两把里面全部压完了 因为赌博他是有可能你这你全部本钱压下去 输掉的话呢 你就全部都没了 对吧 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怎么样呢 其实包括 做生意或者是炒股票 都是一样的 你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你应该是 要分散投资 对不对 所以你 你如果说你把你的本钱呢 就放在同一个地方的话 你一下子输光就全部都没了 有一句话在粤语当中就说 摇抖着没尾虚 对吧 你起码把本钱留住 是不是 那这里呢 我分享一个 我 打世界杯的方法 我觉得在目前的话呢 还是有有用的 起码就是说这些世界杯里面有用 我自己也有小赢了一点点 虽然我把这个方法 分享给大家 但是 我提醒大家一句话 因为我只是分享我的看法 而且我对每一场球 我认真去看 然后分析 包括两队的阵阵 阵营 还有 呃 球员的情况 还有一些 我主观的因素 然后呢 我去大胆的说出我的分析 这不代表它是能够实现的啊 所以呢 大家听了我的话之后呢 一定要自己再去思考 然后你如果说你真的有下注的话呢 你 还是最后要靠自己的意志去决定 如果说你是 单纯靠别人的意志你完全听从别人的话呢 你就不要去怪那个人 对吧 你就听天由命 是不是 所以有两种两种解决事情的办法吗 OK 那我是怎么样去 建议或者分析这些东西的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做的一个功课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呃 你们可以不知道你不能 看得清楚啊 你们可以截一下图啊 或者说是你们看一下 这里呢就是 哎 这里呢 我点一下啊 好 这里就是我的这个分析 你们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黄色的部分呢 就是这一届世界杯呢 啊 中场零比零的这个场次 然后呢 我有在 啊 右边写的文字呢 有写比分跟读赢 这些就是我猜中的读赢 或者我直接猜中比分啊 这个情况 所以总体下来的话呢 是一个啊 健康的成长模式啊 就是 就我有可能猜错的 有可能输掉的 但是呢 我首先我从那个中场零比零那里呢 我赢了一些 然后呢 我从不赢那里呢 有赢一点 然后我直接猜中比分 就是拨档啊 然后他的赔率是最高的 对不对 所以 所以你 整体的一个呃 往前面走啊 整体往前面走的话 你就会 有输的产次 有赢的产次 但是我这套打法的话 啊 比较结实 我给你们分析一下 就是刚才给你们看的黄色图标呢 黄色的字的那些产次呢 都是零比零 中场零比零 这一阶世界背有 呃 38场 30 38是吧 30 啊 40场比赛 打了40场比赛了 然后呢 中场 零比零的产次 我看一下 1234567891011 121314151617181920 有20场啊 也就是有一半的这个 啊中场 有一半的中场 有20场中场 然后呢 有有 呃 20场呢 中场没有零比零 就20对20哈 如果你 全部都买的话呢 你是 20比20 但是你要记住 你买中零比零 拨档的时候 你的赔率呢 是1.5的 平均赔率1.5 也就是说你是 啊 20乘以1.5 就是30对吧 然后你减去20 减去20 啊 减去20 也就是说你 你的赢率 你的赢率 在目前为止 这一阶世界杯的话 你赢了10倍 如果你每一场球 你都买一千块钱的话 你现在赢了一万块钱 啊 但是你有可能输的产次 有可能赢对吧 这总结起来的 那么读赢这一边呢 其实我是最不想玩的读赢 因为他的赔率只有 1.98 或者是说 有时候是1.87 你中间还要隔一个平 平的话专家通吃 所以我很少玩哈 但我比分的话呢 我是很喜欢买波胆的 因为我觉得一小波大吧 也是我自己在玩的话呢 也是几十块钱 一百块钱 有时候 啊 下个两三百 到波胆那 那他要是有中的话 啊 那就赔率特别高 有一些很大的波胆 你可以大胆去尝试一下 就你有赢的钱的基础上 对吧 你比如说赢了两千块钱 但是你拿 二三十块钱 四五十块钱 去买一个波胆 在下一场那里 这就叫做赌波 因为你在整体的这个概率里面呢 你慢慢的慢慢的 你在往赢的方向走 而不是说你 现在所有的资本呢 被你压到了阿根廷那里 对沙特阿拉伯 然后呢 他全部输掉了 你就直接去跳了 这种呢 是 这种 这种是非常的 可怕的事情啊 所以我们要分散投资 长期的一个路线 往前面走 那么另一个 我给大家看 有朋友问我 就是说 啊 因为这两天买了 中场零比零 特别多 赢了也还可以 还可以 所以有些人问我 淘汰赛能不能买 全部零比零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 2018年世界杯中场零比零的一个情况 给大家看哈 我又做出来一个数据了 我不是口说无评的 我是有去做功课的啊 所以大家呢给看一下 这是上一届世界杯的这个 这个情况 然后呢 下面有文字 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 中场零比零呢 是6比10 也就是说 有一共16强 16场比赛里面 中了6场 10场没有中啊 那这种能不能买呢 其实可以买 回到那个概率 就是说 6比10 6乘以1.5 减去10 也就是说负1 其实你才输一倍 对吧 这像2018年 这这些世界杯的话呢 其实 16 场比赛 只中6场的话 其实赔率已经很 就是说你的中奖率 已经很低了啊 可是你才输了一倍而已 没有关系对不对 没有关系的 但你有可能你是 如果是说你开10场 中场零比零 然后呢 6场没有开的话呢 那你赢的超多了啊 如果你是8对8的话 我算一下 8对8就12减8 你赢了4倍 就是你开一半的话 你赢4倍 所以呢 中场零比零在那个 嗯 淘汰上还是可以买 好吧 那么 说 明天的这个比赛啊 就是 呃 好像是德国对日本 啊 不是不是 德国对哥斯达里加 西班牙对日本 这两场 我不太推荐买中场零比零 那么这就说明了什么呢 就我们买中场零比零的话 不是每一场都要跟的 因为你会判断 这个有有点危险的时候 你可以放弃这场比赛 对吧 就我们这样子买的话 其实啊 因为自己也很喜欢足球 或者你是一个球迷 你你看看比赛 但是你 慢慢的去投资那种走法 呃 让你最后能赢钱 这是最完美的结果 是不是 那这个是我推荐的一个 我的推盘打法啊 三个方法 一个买读音 一个买比分 一个买中场零比零 这一套打法 如果你很结实的去 自己 再去总结归纳出来了 然后再去 买 你可能赢率很大 千万记住 那种的你可能 能够赢出一万块钱 也就是你能赢出 你像你身家 这么多的钱出来 但是千万不要 你的身家 全部压到一个地方去 然后你输了 就本钱都没了 赢回来了 是不是 啊 最后祝大家呢 就是逢赌必胜 然后回头是岸 回头是岸 回归正常的生活 不要参与赌博啊 谢谢大家